今天為什麼要吃牛排呀? 因為是Asian Day Asian Day 所以我們要吃Asian最喜歡的食物 Asian牛排今年是第一年 第一年是這樣慶祝嗎? 這不是一個慶祝的日子 是我們懷念Asian 好開動 對啊全部都是狗狗 好多狗狗喔 那個雲都像狗 超像的啊 眼睛耳朵 然後它是側面 然後這一個是眼睛正面 對不對 然後那一個完全就是一隻側面 像貴賓狗那種耳朵大大的狗 Asian的朋友 Asian然後都沒有嗎? 都沒有全部都是Asian 哈囉 在Asian離開之後的一年 我想公布今天這部影片 應該會是她的最後一支影片了 那老實說這影片已經簡介式製作完很久 我一直沒有發布 前前後後我看了很多次 每一次都看到流淚 然後昨天晚上呢就是 決定要公布這部影片的時候 我又看了一次 然後看了就覺得 喔為什麼就是Asian這麼的可愛 然後在我的生命中陪伴了我十年的時間 然後對 那在Asian離開之後呢 陸陸續續一直有許多網友 問了一些問題 那想說今天來跟大家稍微回答一下好了 就是有沒有要再養新的狗狗啊 然後那它離開之後的生活有什麼樣的改變 先回答有沒有要養新的狗狗好了 我覺得 養狗狗的這個責任真的太重大了 你要負責它的一生 這個階段中你會可能經歷了結婚啊 生小孩之類的 就對 它已經 它從我單身開始陪伴著我嘛 那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呢 我對我自己最大的感觸就是 我 我覺得 就是Asian它影響了我人生非常非常的大 它改變了我人生的所有軌跡 該怎麼說呢 其實我開始養它的時候 是我自己一個人養它的 並不是說像是 喔 情侶一起養一隻狗 就把狗當孩子啊那種 沒有這種事情 我也不贊成就是任何情侶 一起飼養一隻寵物 那我在養它的時候 其實我跟大桃已經在一起 八年左右了 然後有一點是 不是結婚就是分手的那個階段 然後 我們冷靜分開了 那個時候呢 我自己心裡是覺得 我想要為自己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 在 年紀不小 即將踏入婚姻的前戲 我想要 就是 好好的為自己活那種感覺吧 所以呢 我就開開心心的租了一間我喜歡的房子 然後我就養了Asian 然後大家也是知道 我從那個時候開始當Youtuber 因為狗狗也太可愛了 我就想要 記錄著Asian的 跟我相處的每一天的那種感覺 就開始勤勞拍影片 是因為Asian 我變成了Youtuber的那種感覺 然後那時候大桃呢 他在遊戲公司上班 每天朝九晚五 可是呢 他下班之後呢 就是會特地來 就接我們去遛狗 就是我跟大桃之間的關係 也因為有了Asian之後 開始變得比較好 因為大桃他從來沒有養過寵物 然後 我也不知道他對寵物的態度啊 各方面會是怎樣 可是 當我看到他對Asian的照顧 讓我覺得 欸他好像是個 值得托付終身的伴侶 至少他應該會對未來的孩子很好吧 我覺得 就是在養狗的時候 我發現他很負責任 他會去搜尋說 欸狗吃什麼比較健康 然後狗一有什麼身體狀況 他就馬上都去做很全面的功課 然後狗的遛狗啊 狗的社交啊 就是狗跟狗之間 例如說 公狗看到公狗會互相叫 可是公狗看到母狗不會叫 然後就是各種的狗的教養 他也會去做功課 那時候我就對大桃就開始 越來越有好感了 也是因為養了Asian之後 我們的感情才開始越變越好 有了就是重新約會的熱情吧 就會一起約去遛狗啊什麼之類的 就不會因為工作的忙碌 生活的忙碌 而變得老夫老妻 就是淡淡的那種感覺了 那對後來呢 我跟大桃結婚的時候 狗狗還是我們的公證人 我們去公證結婚的時候 還有帶狗去 就是Asian 對陪著我們一起結婚 那後來經歷了生小孩 那很多人也都會覺得說 欸就是生小孩跟狗狗 就是一起好嗎 尤其是長輩們 都會覺得說 照顧小孩就不要養狗了 那當然不可能啊 因為當我決定養Asian的時候 我就是決定要照顧她 她的一輩子 所以在挑選未來的伴侶的時候 我一定也是早能接受Asian的 我才會跟她結婚 那確實大桃也負起她的責任 而且大桃把Asian照顧得很好 在我懷孕生小孩的這段過程中 Asian完全就變成她的狗了 就每天點著她 反而是我有點失落 然後我就愛我的狗不愛我了 但也是好事啊 就代表說 嗯 就是大桃給Asian更多的愛 對 所以 對啊就是在 我們的 人生的歷程 狗狗的加入 是這樣子的一回事 但是我真的 真心的覺得 如果你在未婚之前 你要養狗狗的話 你真的需要謹慎思考 因為你接下來會面臨 就是狗的人生 如果你要陪她的狗生 完成她的一個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的話 確實會影響你人生的許多規劃 不太能出國啊 然後或者是 你會隨時擔心她 然後甚至連生小孩也會受到影響 因為很多人也會問我們說 欸就是要不要生第二胎啊 可是對我們而言 我跟大桃都覺得 我們現在已經是有兩個孩子了 Asian就像是一個孩子 我照顧小桃德的時候 她抱著Asian 就是我們一人抱一個 我們覺得已經 非常的滿足跟足夠了 所以擁有Asian的這幾年呢 我們都覺得我們已經是一家四口了 就沒有覺得說 還要有另外一個孩子 來陪伴孩子 那確實就是看著 小桃德跟Asian的 一整個成長的過程 你也會覺得 狗狗對她來說 也就像是她的兄弟姐妹 她的家人一樣 然後對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這件事是很可愛的小桃 小桃德三年級 三年級 畢業了 即將四年級了 那這一本呢 是現在放暑假了 她從學校帶回來的 裡面就有很多她寫功課的內容 然後幾乎是每個月 我不知道每個月有幾次 他們會有做這種週記 就是寫發生什麼事 然後畫一個圖 然後呢也會有就是 你最喜歡的顏色 就不斷的去更新你的喜好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看到 每一則 就是她最喜歡的動物 她都寫狗 然後或者是我的狗 然後很可愛的是還有 她最喜歡的玩具 她寫Asian 就是Asian是她最喜歡的玩具 一看了就覺得真的太可愛了 就是Asian在小桃德的心中 也是一個陪伴她長大的 很棒的伴侶吧 就已經不只是寵物了 真的是家人了 那確實當狗狗剛離開的時候 那個生活的空虛感是 無時無刻的 每天一回到家打開門 就少了一個歡迎你回家的快樂的感覺吧 對 然後還有每天睡覺起床的時候 都沒有就是Asian在身邊 就是舔你啊 或者是騷擾你 騷擾你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對 牠很黏人 所以你已經習慣了 這十年來已經習慣 牠每天陪著你了 那當然還有每天遛狗啊 大陶應該就是感觸更深 但是現在就是每天不需要遛狗 就會覺得 欸運動好像也減少了 必須強迫自己去運動 不會有一隻狗狗告訴你說 欸該遛狗囉 該遛狗囉 那種感覺吧 但以短時間內 我覺得我們沒有 好像沒有能力再 再愛一隻狗狗 像愛Asian這樣 除非等我們生活真的 各方面都穩定下來 覺得孩子也長大了 不再需要陪著小桃德 就是到處跑啊 就是或者是 想要帶小桃德到處去旅行的時候 想要真的定下來的時候 我們才有可能會再繼續養狗狗吧 好我想等一下你們看了 就是Asian的一生的影片的時候 你們應該會 有很深刻的感觸 對 真的是責任重大的 他陪伴我們經歷過 就是 整個很長的人生的那種感覺 對啊 你看我40歲 我養狗就已經超過10年了 狗狗就在我的生命中 佔據了四分之一了耶 小桃德現在才9歲 Asian10歲 Asian是小桃德幾乎人生 就是到長大 除了這一年之外 就也都是跟狗狗一起 小桃德畫的Asian 我覺得好可愛喔 好啦我想有養狗狗的人應該都會明白 但我覺得就是 把這一份美好留在心裡吧 就是感謝它 對我覺得寵物給我們的太多了 寵物給我們的愛太滿了 再說吧 也許某一天突然間看到 我們家怎麼又多了兩隻狗或兩隻貓 不一定 一切都隨緣囉 是不是 那 感謝你們也陪著我們 經歷著我們的人生中的 大大小小的事情 好那最後呢 就一起來觀看 Asian的一生 Asian的最後一支影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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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選等等喔 等等 來 等等喔 好 好可愛喔 後面我會想吃魚 我會吃魚 要吃魚 我要吃魚 Goodbye 坐在香港 For the internet 現在要去吃魚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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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hia你沒有 Mishia沒有 你不怕參與我們 你們兩個很固執 哎唷 哎唷 好可憐 你手在扭一個了 哎唷 你看A賢她更臉 A賢她更臉 A賢親親的 A賢親親的 A賢你壓我 A賢你壓我 A賢不要 不要不要 OK Goodbye Goodbye A賢你累了 A賢 A賢 Goodbye A賢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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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聽喔 雲先生你要去哪裡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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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好看喔 好看喔 欸 我看過多久 What's the country? The city's a street By land or by sea Together forever is my favorite place to be 你們兩個在抱抱嗎? 不是 快睡著又在映城 好可愛 好了回家了 好可愛 好可愛 陳怡萱也上來超熱鬧了 陳怡萱也上來超熱鬧了 這個小三你在做什麼 你好舒服是不是 是不是 好衣服遮好了 狗呢 狗狗的目的是要佔據我裝衣服的床 狗狗 暖暖的好舒服 好衣服 我是不是 好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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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回家了 拜拜 咕咕拜拜 到家了 那在影片的最後我想要跟你們聊關於離別這件事情 雖然在養寵物的時候就當然知道說有一天他離開了會很難過 可是你還是覺得每一天能夠享受他給你滿滿的愛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所以要怎麼樣做好離別這個功課呢我覺得這也非常的重要 尤其像大陶他從來沒有養過寵物 所以Asian的離開對大陶來說是那種 是那種開車開一開想到狗狗就會默默流淚 然後我們就不敢跟他講話 然後就趕快扯開話題 就怕他哭到沒有辦法開車 他又每次就是在晚上的時候 真的是思念這一種東西呢 在越晚的時候一個人夜深人靜躺在床上就越難過 他就會覺得就少了什麼 因為沒辦法畢竟以前狗狗二四小時都是黏著他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的感觸一定更深 然後我的話呢 因為我在二十歲的時候 我爸就車禍離開了 所以我能體會就是失去一個你很愛的家人的那種感覺 我已經體驗過了 所以我大概知道是什麼感覺 你會覺得很空虛 好像一切是一場夢 我覺得能夠讓你從離別中恢復你生活 然後讓自己過得更好的一個方法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你一定要記住 離開的那一個人一定是希望你快樂好好的活著 就像當年我一直就是提醒自己 就是爸爸一定希望我很開心 然後不要難過 然後對 你就是要繼續過你的人生 然後帶著他的愛 然後去好好的把自己的人生走完 是一樣的道理 那像是我們有信仰嘛 大陶就常常跟小陶德說 狗狗也只是先到天堂 那天堂的時間跟我們在地球上是不一樣的 可能我們在這邊過了十年 過了二十年 對天堂上來說 可能就只是過了五分鐘而已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狗狗在天堂會等我們等很久 他在天堂可以跟他的好朋友一起玩 然後也有人照顧他 所以呢我們就是要好好的在地球上 完成我們該做的事情 然後好好的做個好人 能夠到時候上天堂跟狗狗一起相聚 就是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這想法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不用再去想說 喔他好可憐喔 或者是就是他怎麼樣怎麼樣那種的 而是你要去讓自己記住 狗狗一定也是希望你們很開心 不希望你因為他離開了難過的 覺得真的呢就是把一切都交給時間吧 時間會讓一切就是慢慢的變淡 跟你會有更多更多不一樣的想法出現 就像狗狗剛離開的時候 我們本來的心境都是他不可能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再好好的愛一隻狗了 我們沒有辦法再忍受狗離開的傷痛了 就覺得我們不可能再養一個新的寵物 接受一個新的生命 但是隨著時間的改變 你會覺得說欸 或許就是好像可以再去照顧另外一個新的生命的那種感覺 但目前還是還是不要好了 隨緣啦隨緣啦 如果有一天突然有一隻流浪貓流浪狗跑到我們家來 我們可能也會收留他 所以什麼事情都說不準 好那感謝你們收看今天的影片囉 在影片的最後呢 要跟你們分享迎接新的生命 就是我的花園 你們都知道我撒了一堆花的種子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這些美麗的花 轉換一下心情吧 就是任何的事情都是需要時間的 就像種花也是 你就是看著他的生命越長越茂盛 就是心情也會變得很好 好這是我去年剛買的日日春長春花的樣子 好現在來看看一年之後 哇長這樣有沒有 爆滿了花好美喔 所以呢我今年又重新買了幾個小苗 就是他是一年之後買的 然後這是對長大之後 這裡呢是小陶德吃完的哈密瓜 我把裡面的籽挖出來亂丟 丟在這裡 竟然長了瓜藤了耶 這邊全部都是哈密瓜 然後這裡呢是野花種子 我買了一包野花種子 現在就開了各式各樣的小野花 好雖然現在後院看起來好像亂糟糟的 就是一堆花 高高低低大大小小不一樣 但我覺得很有趣耶 我買的是綜合包 完全不知道裡面會有什麼花 所以呢就變成我很期待 就是每天都來後院看一下 今天又有什麼花是新開的 然後就覺得好高興 就是一直有新生命啊 然後就新的驚喜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就是下次 我應該還是會想要買這種綜合包吧 滿有趣的 然後對 好啦 感謝收看囉